行政程序法 第七章 陈情 第168条 陈情之定义 人民对于行政新格之建议、行政法令之查询、行政为师之举发或行政上权益之维护,得向主管机关陈情 第169条 陈情之方式 陈情得以书面或言辞为之,其以言辞为之者受理机关应作成记录,并向陈情人朗读或使阅览后命其签名或盖章 陈情人对记录有意义者,应更正之 第170条 陈情案件之处理原则 行政机关对人民之陈情,应订定作业规定,指派人员迅速,确实处理之 人民之陈情有保密必要者,受理机关处理时,应不予公开 第171条 陈情案件之处理方式 受理机关认为人民之陈情有理由者,应采取适当之措施,认为无理由者,应通知陈情人,并说明其意志 受理机关认为陈情之重要内容不明确或有意义者,得通知陈情人补陈之 第172条 行政机关的告知义务 人民之陈情应向其他机关为之者,受理机关应告知陈情人 但受理机关认为适当时,应急移送其他机关处理,并通知陈情人 陈情之事项,依法得提起诉愿,诉讼或请求国家赔偿者,受理机关应告知陈情人 第173条,对人民陈情案件得不处理之情形 人民陈情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,得不予处理 一、无具体之内容或未具真实姓名或住址者 二、统一事由,经与适当处理,并以明确答复后,而仍一再陈情者 三、非主管陈情内容之机关,接获陈情人以统一事由分向各机关陈情者 三、非主管陈情人以统一事由,而仍一事由于